SDGs小剧场 SDG9 产业创新与基础设施 我也要去 外博士,你一大早就在研究什么呢? 我要改造屋顶咯 外博士,该不会是上次我说好热 所以你要帮屋顶戴帽子遮阳吧 哪有那么大顶的帽子啊 不是真的戴帽子 是在屋顶打造一座菜园 菜园就能遮阳吗? 菜园可以阻隔阳光直接照射在屋顶上 降低室内温度,减少冷气的用电量 好棒啊 这样夏天就不用整天开冷气了 可是为什么要在屋顶放大鱼缸呢? 我在鱼缸上面架设支架种植蔬菜 透过机器来分解过滤鱼在水中的排泄物 不但可以净化水质 还可以提供蔬菜生长的肥料 这就是鱼帮菜 还可以帮屋顶降温 而且是不使用化学肥料的有机蔬菜哦 那我每天要上来帮忙照顾蔬菜 那我每天要上来采收蔬菜 SDG9 产业创新与基础设施 核心目标 建立具有韧性的基础设施 促进包容且永续的工业 并加速创新 问题现况 工业化大量燃烧化石燃料 产生许多二氧化碳 阻隔地球表面的热辐射 因此地表温度越来越高 加上随着都市发展 建筑物盖得太密集 空气无法流通 热空气上升 使得都市的温度高于周围郊区 形成都市热导效应 行动方案 缓和都市热导效应的最好方法 就是在都市里创造绿洲 除了设立公园 种植树木之外 其中还包含绿屋顶 在屋顶种植草皮植物 吸收与阻隔阳光 达到建筑隔热降温的功效 另外 屋顶上加装太阳能板 利用光电板与极热气的技术 收集太阳辐射出来的光和热 转化成电力能源 让马达将鱼池中的水抽上来 净化后 作为蔬菜的灌溉用水 E-T-S-D-G-X E-T-G-X 请不吝点赞